孙末年终之际多位民意代表在18号的中午 特别赠送了羊肉卤给花莲市清洁队 感谢队员们终年辛劳 而市长魏佳燕也到场颁发感谢状 同时强调清洁队员在第一线担任亲近家园的重任 是维护花莲市戎的重要兼兵 也感谢各界给予队员的关怀鼓励 热腾腾的羊肉卤端上桌 想起事意让人看得口水直流 这些全都是县议员吴东升 市民代表会主席李政伟副主席黄达翔 以及代表姜如林陈慧清杨哲峰等人 在年终之际慰绕清洁队所赠送的羊肉卤 一整年以来我们的清洁队一支守护着花莲的干净 然后为花莲市民提供最好的环保环境 那从十几年前在救队部 那时候我们会到市场跟队长还有代表们 会去市场买羊肉 然后还有一些高丽菜啊 还有一些火锅料 来慰绕我们辛苦的清洁队的员工 那这十几年来一样 但是前几年的时候 由于我们的华王浴厨 它的羊肉卤非常的有名 所以我们就改用从华王浴厨 来采购更好的食材 来慰绕我们的清洁队员 那代表会这边也都一起来参与一个这么有意义的一个活动 那非常感谢我们清洁队长期以来对我们花莲市的努力 那期盼在我们的春节期间呢 我们花莲市的市民 也针对我们花莲市的周遭的环境 能加以的来保护 那也期盼我们所有清洁队的队员 能在新的一年也能平平安安 而市长回家宴也特别到场颁证感谢状 感谢多位明代给予队员的关怀鼓励 吃到那么暖心的羊肉卤 那其实我相信在清洁队员在工作的时候 一定会更加的努力 那也要跟市民说 因为其实在年节情节 因为我们有非常多的一个 不管是大宗垃圾 或者是说可能我们在除旧不新的同时 可能会垃圾车会比较慢到 还是说我们大宗垃圾 比较有一些迟到的一些部分 请多担待 因为我们工作量实在太大 那都一直在持续的在赶工作量 那再次的跟市民朋友报告 清洁队员在第一线担任 清洁家园的重任 是维护花莲市戎的重要兼兵 这几天刚好又受到东北季风影响 启文骤降 明代们提供的应景羊肉卤 正好能让队员们暖心又暖胃 记者许立琴 华联系报导